如今这网渡时代,那可真是啥都能往外筛 想找个没拍过自拍照的人 简直比登天很难 睡到媒体上的自拍照 多得就跟那黄冲过境似的 不是在那美如画的地儿瞎显摆 就是跟一帮胡朋口友凑一块的四 咱真热到要说的这位主 阿曼达泰勒 这24岁的小妮子 拍完自拍照后干的那事 能把人惊得下巴都砸到脚面下 这姑娘还特牛气红风 觉得自己干的事一点错没有 到现在还死丫子嘴硬呢 话说在2015年4月 那美国的蓝岭公园大道 可是一条绵延超450英米 贯穿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兰纳州 南部阿巴拉契安山脉的绝美长路 一辆白色吉普风池电掣般试过 眨眼间就消失在众人视线 管上了一条偏僻的 不能再偏僻的小道 那地儿啥都没有 没房子没店铺 没迎面来的车 两个路标都找不着 吉普停下 从驾驶坐下来 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 手里钻着一把手枪 她绕着车走 打开副驾驶座的门 她的朋友兼同伙 33岁的萧恩鲍尔 正瘫在那儿 情况那叫一个不妙 这男的时而清醒时而婚礼 女子举起枪 对准萧恩的脸 毫不留情地 把咋利用她的事 全给兜露出来 还把他们那残酷的真实关系给揭露了 他们那所谓的友谊 说到底就是这男的一直在满足她的欲望 这女的倒好 一点不觉得愧疚 还特解脱 傲话不说就扣动了扳机 把那没了气的乘客拖到路顶后 这女的一扭声回到车上 调个头 朝着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方向飞驰而去 很快 萧恩就被人发现了 警察也没花多少时间就不明白 路边就男的是个再逃犯 她跟阿曼达泰勒一起犯了事 正被警方通缉呢 在她被发现遭枪击身亡之前 警方就已经展开大规模搜捕了 可现在一看阿曼达连自己同伙都敢开枪 谁知道 这疯女人在逃亡路上还能干出啥丧心病狂的事来 我们先从头开始准理安检 阿曼达泰勒 1991年3月27日 出生在弗吉尼亚州 克里斯琴斯堡一个挺富裕的家庭 要不是她那青少年时期瞎折腾 她那童年那可真是美如花 那时候她家可没少惹麻烦 阿曼达和她那铁闺蜜玛利亚 那可是多次成功引起执法部门的注意 这俩姑娘12岁的时候认识的 没多久就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整天捏在一起瞎玩 就说2005年吧 这俩活宝离家出走 这下可同了马蜂窝 要不是被胆着送回家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2006年 阿曼达在她当时上的 克里斯琴斯堡中学 闹出一场大戏 她在教室里扯着嗓子 喊她有多讨厌着地儿 还放狠话 说有一天要拿起武器 把眼前这些人全给灭了 老师们 那时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好叫了警察 阿曼达就因为这事被带到警察局 可她倒好 心里喊哪滋滋呢 因为她早就不想上学 这阿曼达就跟她惹祸惊似的 麻烦不断 同年 她偷了她老妈的车 又跟她那闺蜜玛利亚离家出走 这俩包装生又被逮着了 还被指控未成年喝酒 没多久 他们又因为袭击一个年纪小伙 被拘留 原来这小伙是玛利亚的男朋友 俩人闹矛盾了 不过呢 也没对这俩姑娘提出指控 教育了一番就给犯了 2011年 阿曼达跟几个熟人又因为制造非法物品便临指控 这可真够讽刺的 因为在以后 这受管制的东西就成了阿曼达犯罪的刀户所 这就是曾经的乖乖女阿曼达泰勒的青春岁月 他等玛利亚的友谊 那是一路狂飙 给家里惹了一箩筐麻烦 可那时候 他们才不管父母心里撒相呢 毕竟青少年嘛 那会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 阿曼达15-16岁的时候 遇到一个叫雷克斯泰勒的人 后来这人就成了他老公 这男的比他大两岁 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 这俩人就跟那狗皮高耀似的 整天粘在一起 朋友们都说 他们之间有根探不见的绳子拴着 谁也离不开谁 好多人都觉得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阿曼达和雷克斯 就像这姑娘自己说的 人生观和兴趣爱好 那叫一个合拍 他们在别人眼里 那些黑暗邪恶的东西里 能看到美 对小两口喜欢怪物和连环杀手 还经常幻想自己扮演其中的角色 就是在对罪犯的这种特殊兴趣下 他们后来关系越来越挺 觉得谁也离不开谁 雷克斯那家伙啊 老给监狱里那任 有名的杀手写信 要是有人回信 这小子就赶紧发在社交媒体上 得刺了他跟阿曼达那不同寻常的相识 他们还收集了一整套跟犯罪有关的玩意儿 还老爱拿出来显摆给朋友看 雷克斯对连环杀手的思维方式 那是相当着迷 所以他就喜欢看那些真实犯罪的故事 他甚至还跟个叫保罗的死敲犯 建立了一种类似友谊的关系 雷克斯本保罗经常打电话写信 雷克斯为了他这新朋友 把社交媒体逆程都给改了 还跟他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 2014年初 他们还在上高中的时候 雷克斯就接受采访 大谈他们那奇怪的友谊 后来阿曼达怀孕了 这么年轻就当爹妈 那可真是个挑战 不是谁都有那本事 一边照顾小婴儿一边上学 最后阿曼达干脆辍学去照顾她的小儿子 生了儿子后 她又生了个女儿 这下可好 学业是彻底没洗了 但这可不代表 她就变成一个温柔体贴的老妈 在家安心带孩子 恰恰相反 儿子和女儿的到来 对她来说就是个离开学校的借口 因为阿曼达根本就没啥当妈的强烈愿望 儿子和女儿的出称 对这年轻女子来说 只是确认了她跟雷克斯关系的严重性 这俩人那叫一个相爱 根本没法想上分开 可他们之间也老吵下 分了又合 合了又分 还互相怀疑对方不忠 那日子过得是鸡飞狗跳 但他们这关系里有个问题 那可比其他问题都严重得多 这问题就跟那阿片雷药物有关 要是泰勒一家的关系 没被雷克斯那毒瘾给祸害 他们说不定还真能成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雷克斯小小年轻就染上毒瘾了 据阿曼达说 雷克斯12岁的时候 他爸查尔斯泰勒就给他尝了阿片雷药物 从那以后 这小子就跟中了鞋似的 很快就上瘾了 现在是毒瘾 可成了他跟阿曼达婚姻生活里的一颗大炸弹 他们的关系就跟那过山车似的 一会儿好的跟啥似的 一会儿又吵得不可开交 眼泪鼻涕一大把 实说雷克斯对合成药物上瘾 但总体来说 他还是个挺不错 挺体贴的人 雷克斯爱阿曼达 也爱他那两孩子 可这害人的习惯是越来越严重 后果那是不堪设想 2014年4月 雷克斯开着车 车上还坐着他们家小孩 结果出事了 阿曼达是彻底收购 他跟老公说自己爱他 一秒钟都不想分开 但现在他必须的滚蛋 阿曼达还说了 只要他能把毒戒了 随时欢迎他回来 雷克斯没办法 之后回他爸查尔斯泰勒那 前一天 阿曼达还跟他公共谈过 求他帮忙治好雷克斯 还强烈要求他 不管啥情况 都别给这小子出方药 阿曼达就盼着他们 能再次成为一个正常的家庭 可谁能想到 查尔斯的家 那可是雷克斯能去的最烂的地儿 父子俩一起嗑药 跟朋友似的瞎玩 老泰勒跟他拉瘫痪在床的 老父亲出一块 老父亲有出方药 雷克斯在家里帮查尔斯干活 作为回报 他就能拿到药 这小子每次用的药越来越多 毒瘾也是越来越厉害 要是他少吃一剂药 那浑身都疼 还恶心 而查尔斯泰勒 这公共也不是啥十恶不赦的幻源 他对阿曼达挺好 对他那俩孩子也挺好 他根本就不管他儿子雷克斯会咋样 他不但不帮这小子戒毒 还给他药 虽说熟人都觉得 这59岁的男人善良大方 在社区里名声也不错 可阿曼达在2014年4月初 把雷克斯撵走 到了月底 雷克斯就死了 他们的小儿子 那天本来该庆祝他7岁生日呢 这小家伙眼巴巴的等着他爸 其果等来一场空 查尔斯泰勒发现他儿子雷克斯 在棚子里上吊自杀了 这小子就这么把自己的命给了结了 最悲催的是 阿曼达的朋友玛丽亚和约翰尼 是第一个知道雷克斯死讯的人 他们就住在他们奶奶家隔壁 那天早上 这老太太在街上碰到他们 就把这消息告诉他们了 玛丽亚赶紧打电话给阿曼达 确认这事是不是真的 结果呢 他这朋友阿曼达压根还不知道 自己在那天就成寡妇了 阿曼达赶紧拨通查尔斯的号码 确认了之后 这女的一下子就崩溃了 歇斯迪迪起来 根本停不下来 从那天起 阿曼达他就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他了 他的世界在一瞬间就崩塌了 就好像他自己再知道 他心爱的雷克斯不在人生的那一刻 也死了一样 阿曼达本来都想跟着他老公一块去了 可他在这世上 还有事没办完呢 他那最好的朋友玛丽亚那天就陪着他 就怕这女的干出啥傻事来 他的雷克斯在一起都八年了 就因为他那补影才分开了一个月 他们因为一点小事就分手了 可他们知道他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 他们有俩漂亮的孩子 生日还同一天 真不敢想象阿曼达经历的那情感创伤和内疚 他把失去爱人的所有痛苦和愤怒 都撒到公公心上了 阿曼达觉得雷克斯的死就是查尔斯的醋 就灌了些药 可查尔斯反过来指责他这儿习 说在他儿子最困难的时候 他是当媳妇的把他给抛弃了 那时候他儿子最需要他 查尔斯还拿着一把枪 出现在雷克斯的葬礼上找他 这下阿曼达连好好跟他老公告个别都不行 雷克斯一直跟异于任何毒瘾作斗争 这场斗争持续了老长时间 要是查尔斯没给他儿子药 那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任何成瘾那都是一种病 知不知那还得看患者自己 雷克斯选择了受管制的东西 他知道他会失去阿曼达和孩子们 在这种情况下 他输不了了 就把自己给了结了 阿曼达那是好长时间都平静不下来 他不光是伤心 他还把那愤怒给养得越来越大 据阿曼达说是雷克斯教会了他夺取别人的生命 这可怕的欲望 在丈夫死后就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 他根本就控制不住 雷克斯对罪犯和连环杀手的兴趣也传给了阿曼达 所以阿曼达后来干的那些事 就是为了让他那死去的老公为他骄傲 阿曼达还坚持说雷克斯在他最可怕的时候 就是他的动力 顺便说一句 雷克斯结交的那个死囚犯 保罗在雷克斯死后联系了阿曼达 还给了他一千美元 所以这女的就觉得保罗也是个大好人 是他们家的好朋友 阿曼达和雷克斯对那些疯子和杀手的共同兴趣影响可太大 他最喜欢的视频就是一个青少年拿着武器去学校开枪的视频 大多数人看到这视频都吓得够呛 可阿曼达觉得挺有意思 很明显 最黑暗的想法已经在阿曼达脑子里扎了根 他正朝着一条邪路走 可谁也没拦住他 以前他跟雷克斯痴迷于一部关于疯子的电影 还想象着他们要接着电影里的犯罪继续干呢 可命女没给他们这机会 阿曼达决定 既然雷克斯不在了 他得找个新的伙伴 这女的就把目光瞄到了萧恩鲍尔身上 萧恩从玛利亚和他老公约翰尼那住的个房间 就在他们家地下室 这男的老早就喜欢阿曼达了 愿意为这女的做任何事 可阿曼达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阿曼达就是在利用她 她偶尔给着男的一点好脸色 就要求着男的回报更多 阿曼达就喜欢她能控制萧恩 为了自己方便 就把她留在身边 2015年3月27日 玛利亚 约翰尼和萧恩都陪着阿曼达 因为阿曼达在庆祝她24岁生日 这一天对她来说那可真是难 因为这是八年来 她第一次没跟雷克斯一起过生日 她跟雷克斯是同一天生日 所以她那些朋友就想尽办法让她开心 分散她注意力 让她放松点 一开始还挺顺利 可谁知道阿曼达突然说想去看看雷克斯 玛利亚和约翰尼马上就觉得这是个坏主意 他们知道阿曼达情绪不稳定 去她老公坟前那肯定的坏事 而且她钱包里还有一把刀呢 你想想 抑郁情绪不稳定 再加上一把刀 还有她老公的坟 测试错一块 那阿曼达肯定的干出脸上疯狂的事来 她那些朋友就怕这寡妇发疯 要么拿刀冲他们来 要么伤害自己 结果他们担心的事还真发生了 泰勒在雷克斯的坟前彻底崩溃了 开始歇斯底里起来 她从包里拿出一把刀 抵在自己喉弄上 说她现在就要跟她老公一起去天堂 喊好肖恩和约翰尼及时抓住了她的手 这几个人硬把阿曼达拖到车上 开到了她老妈家 那时候都晕成2点30分左右 她那些朋友还以为她冷静下来了呢 可谁知道阿曼达一到外面 又开始闹起来了 阿曼达挣脱了抓住她的手 又开始挥舞着道 她喊着这是她跟雷克斯的日子 他们应该在一起 要是有人敢拦着 她不光要走 还要把孩子也带走 那时候 泰勒的儿子7岁 女儿才2岁 她那些亲人没办法 只好报警 阿曼达被逮着了 送到了医院 可因为她这行为 她被送到了 克里斯琴斯堡的 圣奥尔本斯医院 这是一家专门治精神病的医院 这可不是阿曼达第一次出现 这种心理健康危机 以前她就因为脾气问题住过两次院 现在她也跟医生说自己需要帮助 因为她想伤害自己或者别人 可要是他们让她出去 她可能会去躲别人的命 她还说出了一个具体的人 查尔斯泰勒 阿曼达的老妈和玛利亚赶紧联系诊所 想说服医生阿曼达得治疗 不然她真可能干出啥鲁莽的事来 她那些亲人求医生 想办法把她留在医院里 可谁知道阿曼达被送进精神病院 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也没接受下治疗 阿曼达拿了一堆应该吃的药 然后就被送回家了 她自然是一颗药都没吃 她打电话给玛利亚 说要去他们那 谁说玛利亚是她朋友 可她也知道阿曼达现在很危险 于是她就打电话给阿曼达的老妈和继父 撤他们从医院把她接走 可这父母也不想让她在家待着 在他们女儿住院的时候 他们已经跟社会服务机构谈过了 还拿到了阿曼达和雷克斯孩子的监护权文件 没办法 只能求肖恩报尔了 这男的对阿曼达那可是痴迷得很 让她照顾阿曼达一段时间 想要阿曼达经历的这些事 被所有人抛弃 连孩子都不带走了 她脑子里冒出个不再明智的计划 也就不奇怪了 肖恩那家伙 一听阿曼达找她 那是急得不行 工作日中间就跑出来了 就为了能在阿曼达身边 可这两人凑一块 那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玛利亚听说肖恩和阿曼达要去哪的时候 就想警告邻居这可能会有麻烦 可这男的跟她保证说 他们就开车去她爸妈家 然后就回来 2015年4月2日 肖恩鲍尔和阿曼达在一家汽车旅馆过了一夜 4月3日 他们还真就去肖恩爸妈家拿衣服和东西了 肖恩老妈后来说 两人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阿曼达在他眼里看最香的好姑娘 虽说他们也没早交流 这两人离开家后 肖恩的继父发现枪柜里少了两把手枪 他也是偶然发现的 因为抽屉没关好 很明显 肖恩把枪拿走了 还没关好柜门 之后 这两年轻人就开始实施他们一起设计的计划了 因为玛利亚在阿曼达生日那天 把她的刀给拿走了 肖恩就给她买了一把新的 这把刀后来可成惹惑的根源 2015年4月4日的晚上9点30分左右 一个叫露丝的女人报了警 她是查尔斯泰勒的邻居 她进入房子去查看雷克斯瘫痪的爷爷 这一进去 可不得了 片刻之后 她就像被火撩了屁股似的 疯狂地拨打紧急服务电话 露丝告诉接线员 当她打开邻居家客厅的灯时 那场景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她看到了到处都去写 对查尔斯只死的初步调查进展 那就一个缓慢 就跟蜗牛爬似的 因为执法部门几乎没啥线索可查 他们开始拍查查尔斯的熟人 可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一个有动机 或者有意图伤害她的人 同一天晚上 阿曼达母亲的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电话就像一颗重磅炸弹 把一家人都给炸懵了 是阿曼达打来的 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向她的妈妈道歉 接着又说她必须得干一件可怕的事 她妈被这电话吓得六声无阻 根本不明白这是咋回事 他们那天早上还看到她女儿和肖恩 一起去超市 为阿曼达的孩子们买复活节篮子呢 因为第二天就是复活节 这咋突然就打电话来说奇怪的事 妈妈苦苦恳求女儿回家 并答应会处理好一切 可阿曼达拉叫一个倔 死活不同意 还解释说她和肖恩计划开车去匹兹堡 这还不算完 阿曼达那天晚上可不止打了这一个电话 她还打电话给她的婆婆 雷克斯的母亲梅丽莎 说她已经做了她该做的事 雷丽莎一听 赶紧敦促阿曼达为孩子们住下 可别干啥事 可阿曼达回复说她 可能再也见不到孩子们了 实际上 梅丽莎已经猜到了阿曼达在说啥 她恳求女孩去自首 别再伤害其他人了 可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针轻笑 还有阿曼达那狠话说 如果警察试图拘留她 她就会开始开枪乱杀人 不久后 监控摄像头就捕捉到阿曼达和肖恩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 他们正在那儿为手枪购买弹药 接着又在一个加油站出现 这俩正在加油 之后 他们入住了一家汽车旅馆房间 他们这下可被追捕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谁对查尔斯泰勒的家 寄行了残忍的袭击 实际上 阿曼达自己在逃亡过程中还撇得警察一个线索 他就像个不足死活的疯子似的 积极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他犯罪的照片和消息 他那众多的帖子 让侦探能够追踪阿曼达的行动 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直接找到了他 在2015年春天的一个四月天 阿曼达和肖恩 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爱恩托的查尔斯泰勒拉破旧的房子 区切地在327这个数字的地方 这个数字象征着雷克斯和阿曼达共同的生日 3月27日 一开始 他们决定谋杀的武器将是一把刀 阿曼达想让他的公公知道是他 让他不仅感受到身体上的痛苦 还有情胆上的痛苦 肖恩鲍尔用撬棍击打了59岁的查尔斯的头部 等他倒下时 阿曼达拉起武器 开始有条不紊的刺向查尔斯 将刀深深地刺入他的身体 总共刺了30亿刀 犯罪现场那叫一个血腥孔洞 血腱的到处都是 在画墙上 查尔斯躺着的整个沙发都被血彻底浸透了 但阿曼达并没有就此停止 他干了一件更加离谱的事 在尸体旁边拍照 并将照片发布在他的社交媒体商户上 他还写道 他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杀死他的公公 因为他用阿片类药物成瘾 毁了他的丈夫 尽管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棋子 但却使他能为雷克斯做的最后一切好事 阿曼达要求警察不要找他 警告说否则可能会有其他人死亡 他就想平静地追随雷克斯 找到安妮 同时 他请求一位自媒体博主 发布他的慈胎照 照片中 阿曼达在查尔斯泰勒毫无神奇的尸体前摆慈尸 刀上还滴着血 博客作者被邮箱中的照片吓坏了 拒绝发布 并将照片转发给了警察 阿曼达泰勒刚刚尝到了血腥的滋味 现在想要更多 在处理了查尔斯泰勒之后 阿曼达和肖恩逃离了现场 他们就像两只惊弓之鸟 设法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逃离了现场 前往田纳西州 两人在布里斯托尔的一家 破旧的旅馆里过了一夜 然后在早上继续前行 阿曼达很快就意识到 他们的物资快用完了 他们没多少钱 没食物 汽油也所剩无几 阿曼达给肖恩提供了两个选择 要么尽可能多的宋跟多人之间沿望 以获取他们需要的钱和物品 要么向警察投降 因为没有钱 他们也走不了多远 他自己的心理上已经准备好 进行一场大规模屠杀 此时 两人停下来休息 并伸展一下身体 在离道路不远的地方 他们看到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在度假 去拜访亲戚 阿曼达向肖恩指出了这两个女学生 暗示这是开始的最合适选择 他向女孩们自我介绍 并把他们带到吉普车前 肖恩应该在那里攻击他们 然而肖恩拒绝伤害两个女学生 显然 肖恩对杀害雷克斯父亲深感内疚 但他拒绝的行为 让阿曼达非常神奇 以至于他回到吉普车里 以极快的速度开走了 阿曼达回忆起在他们开始前 肖恩的话 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谎言 之前肖恩鲍尔曾声称自己是一名 前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 曾参加过战斗行动 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安静 害羞的人 这个家伙只是在炫耀仪 给阿曼达留下深刻印象 在那一刻 坐在乘客座位上的肖恩 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 阿曼达的包里有一瓶 在医院给他的抗焦虑和抗抑郁药 肖恩把他拿出来 吞下了剩下的所有药 阿曼达注意到肖恩开始失去意识 但一开始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直到他看到车地板上的空药瓶 这让他更加生气 他后悔和这样一个人扯伤关系 在那一刻 这个女孩下定决心 他必须摆脱这个负担 阿曼达将吉普市上了贯穿 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南部阿达拉契亚山脉的 荒凉的蓝岭公园大道 他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似的 想找到一个没有人能干扰的地方 在路边停下来后 阿曼达拉起枪 走向副驾驶坐的门 阿曼达说自己只是为了利益 利用了他 为了车 钱 和他从继父那里偷来的武器 在告诉肖恩自己的真实想法后 他轻松地扣动了扳机 将武器对阵肖恩的脸 然后 他把尸体突出了车 无情地把肖恩留在路边等死 他拍下了肖恩的脸 然后立即掉头 开着吉普迅速离开了现场 阿曼达暗自为除掉他的同伙而高兴 他在那一刻唯一不知道的是 肖恩鲍尔并没有死 与此同时 阿曼达试图树立一个无情疯子的名声 继续用新照片轰炸刚刚提到那个自媒体博主的电子邮件 博主反过来将所有这些都转发给了警察 然后 阿曼达买了一部一次性手机 并开始打电话给博主 了解他的案件进展情况 沿途加油站的监控视频 帮助警察追搜阿曼达 他被发现在北卡罗莱蜡州开车 之中 利用警察的钉刺 带阻止阿曼达的车 并将他拒留 高速公路刑警 将阿曼达从车里拉出来 并给他戴上手铐 他看起来很得意 好像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 在审讯室里 阿曼达也表现得好像他什么都不在乎 他用手指缠绕着一女头发 承认杀害了查尔斯和肖恩 当阿曼达被告知肖恩还活着时 他有点泄漆 子弹虽然穿过了肖恩的下巴 使他因疼痛而失去了意识 但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长期伤害 阿曼达向侦探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并表示想被判处死刑 但当涉及正式指控时 他却反口不认罪 这是阿曼达想要的 他渴望变得受换瘾 最终 陪审团只花了30分钟 就认定阿曼达太陋犯有故意谋杀罪 被判处终身监禁 肖恩鲍尔后来康复了 并达成了一项认罪协议 已换去60年监禁 当阿曼达在监狱里时 他最好的朋友玛利亚 和他的丈夫约翰尼 一起帮助照顾泰勒的儿子和女儿 雷克斯的母亲梅丽莎表示 听到阿曼达和其他人指责 他的儿子是阿曼达犯罪的原因 这对他来说非常痛心 他声称自己儿子并不是坏人 并没有犯罪 而阿曼达版本的故事中 有许多捏造的事实 并不是每个对犯罪类型感兴趣的人 都会成为罪犯 直近 阿曼达泰勒对他的定罪提出上诉 但失败了 他说如果有必要 他计划向最高法院上诉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会是雷克斯影响阿曼达 让他走上这条犯罪之路吗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属格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